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在视频讲话批评美国 中国特别代表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交锋 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缺席两个峰会 以往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世界气候峰会上 美中俄三方领袖各领风骚的局面无法出现 再加上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已经宣布退休 英国首相约翰逊有谦让美国总统 因此 虽然没有美国国内局势的撑腰 拜登乐得扮演一次独角秀 指美国将与预会的一百多国领袖鼎立合作 持续聚焦俄国 中国及沙特阿拉伯未做的事 尽管拜登相信 政治攸关个人 并将二十国峰会的成果归纳为来自领袖间的直接互动 暗示中国至少在这两个峰会上出局 但实际上 拜登失望的是没有获得跟习近平进行援手高峰会的机会 而美中博弈的阴影笼罩在峰会之上 甚至主导了几乎所有重要媒体的报道主题 本来二十国峰会是美国领导的西方发达国家 与中国领导的全球新型经济体 互动形塑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乃至政治秩序 但随着新冠疫情的展开 以及拜登政府新的组团抗中策略登台 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集体领导力正在被削弱 并陷入在美中权力博弈中选边站的困境 为了避免成为美中博弈任何一方的棋子 相关国家必须挖空心思来寻找左右逢源的好处 这对全球化不利 也对全球整合共识 对抗气候危机等人类和地球共同的挑战相当负面 虽然二十国集团在罗马峰会上通过了一项全球协议 将采取措施将大企业的最低所得税率设定在至少15% 这可以看成是美国全力回归的一个向威 但这次峰会的焦点则是在气候议题上 二十国集团的碳排量也确实占据全球总量的80% 而在这个议题上 拜登并没有赢得成功 并甩锅中国领袖没有与会 与此配合 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聚焦习近平近两年没有出国的话题 称北京专注国内事务 已经不需要在国际问题上迁就美国和西方 其实 中国外长王毅作为习近平特使的身份参加二十国峰会 气候特使谢正华则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峰会 习近平也在两次峰会上分别发表了视频和书面的重要讲话 显示中方并没有刻意与世界脱钩 而是在美国组团抗中的新形势下调整了外交策略 以部长层面的谈判和具体的讨价还价来应付美国的挑战 其实 中方最高层领袖不参与二十国峰会和气候峰会 仍然是有中美双边关系的障碍掺杂其中 包括两方面 一是 拜登上台后 虽然在围堵中国上相归操随 甚至比特朗普更厉害 动员盟友和中国周边国家加入了反华大合场 但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 则毫无避讳地宣称要与中国合作 为此 拜登政府的气候特使克里两次访华 寻求中方的合作意愿 但是 中方明确表示 不能随着美国的方式起舞 唯独打压的归唯独打压 合作的则要中方配合 而是提出了一揽子处理的解决途径 即美国在台湾等涉及中国红线的问题上 不要过度挑战中国 中国就会在美国关切的全球议题上 与华盛顿合作 两者不能切割 第二方面 则是拜登政府不再将中国当成发展中国家来对待 而从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 期待同步 中国当然不愿意这样做 而是坚持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朝前推进 这两方面的分歧导致克里访华 无功而返 结果也使得中美在20国峰会和气候峰会上各说各话 虽然罗马宣言形成共识 同意把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比工业化前的时代高出摄氏1.5度 但由于公报缺乏具体行动纲领 以至于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其形容为迅速升温海水中的几滴 留下许多功课让气候峰会去处理 巴黎气候协定的推手菲格雷斯则对拜登将责任推给习近平没有与会不以为然 他透露在罗马峰会的两天期间 美中代表进行了高阶密集谈判 他很期待谈判的结果 不得不指出 习近平在峰会上的视频讲话 也有意无意的触及了美国抗疫不利的软肋 并以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 将了拜登一军 毕竟迄今为止 中国已经将世界100多个国家提供了多达16亿剂的疫苗 王毅布林肯会面引关注 美中领袖峰会没有达成 但中国特别代表王毅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罗马峰会第二天的场边会晤 则成功吸引了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 因为气候升温是一个长期主题 但最近几天 围绕台湾总统蔡英文披露美军驻台的话题 正在让台海危机升温 管控台海危机比美中气候谈判来得更为迫切 布林肯放低声段 到王毅下榻的酒店与其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 王毅在会晤中警告 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 一旦处理失控 将对中美双兵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 布林肯则采取两手策略 对王毅的回应是美方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国保持沟通负责任的管理分歧 避免对抗甚至发生危机 而对美国舆论则为拜登打掩护 称总统已经表明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来确保台湾有办法自我防卫 不管如何 从罗马峰会以及之后的世界气候峰会来看 美中博弈的独角已经达到国际秩序的各个领域 而两国的对峙和对抗 将使包括气候问题在内的全球许多迫切议题 都无法得到共识和推动 因此迅速改善美中两国的双兵关系 变成了世界稳定与和平繁荣的重中之重